日前 一段上海官员在强拆现场细节分赃的视频 在网上被广泛的常看 引起公愤 视频显示 在一家将被强拆的私人博物馆之内 价值上亿的收藏品被官员们当场瓜分 虽然官方已经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赔偿 但是有过类似经历的访民们则认为 在当前中共体制下 民告官的案子不可能打赢 遭受强拆并遗失大量珍贵收藏品的 上海骑士博物馆馆主 状告上海市闽航区政府违法强拆 要求赔偿损失2亿多元 案件被称为史上最昂贵的民告官案 上海骑士盆景博物馆原本位于上海市闽航区 是当地一座有名的私人博物馆 据管主刘光佳介绍 这座占地4500平方米的博物馆 是它走遍全国各地 花费20年时间收购采集盆景和骑士美玉 耗聚资建成的 刘光佳说 去年4月27号 史多名壮硕的陌生男子闯进刘家 将刘光佳头戴黑布 将他的妻子用棉被裹起后 扔上面包车拉走 有目击者证实 刘光佳夫妇被带走后 近百人的拆迁队伍进入了博物馆 用了3个小时50辆卡车 将博物馆内值钱的收藏品一扫而空 12月11号 刘光佳状告米航区政府案件 在上海市长营区法院开庭审理 法庭上 刘光佳播放了 免航公正处拍摄的 强拆现场视频 视频中的部分对话可以证明 当天强拆现场 存在官员洗劫分赃的情况 据了解 博物馆里陈列了4万多块起石 2300多盆唐宋至明清时期的盆景 数百间明清时期的瓷器、玉器和字画等 其中不乏真品 此外 刘光佳四人收藏的象牙宝剑、和田玉、犀牛角、红酒等财物 全部被洗劫一空 连保险箱中的现金和黄金首饰都没有放过 刘光佳的代理律师胡炯明在法庭上 怒指闽航区政府官员、公正员及其他部门公务员 一起参与了这场洗劫和分赃 胡炯明向媒体表示 根据市场价值评估 保守统计因这次强拆而流失的藏品 总价值至少为2亿6800万元 去年8月23号 刘光佳曾向缅航区政府申请国家赔偿 但被驳回 刘光佳不服将政府告上法庭 但外界对刘光佳能否打赢这场民告官的官司并不乐观 据透露 视频中参与分赃的官员有一名高级警员 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上海市前副市长的弟弟 而米航区政府已经下令不惜一切代价 全力阻止官员分赃录像在网络流传